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在法律真空中 用于裸体化女性照片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流行度飙升 在法律真空中 用于裸体化女性照片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流行度飙升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研究人员表示 使用人工智能在照片中脱衣女性的应用程序和网站越来越受欢迎 社交网络分析公司Graphica表示 仅在9月份就有2400万人访问了脱衣网站 Graphica称 其中许多脱衣或Nudify服务都使用流行的社交网络进行营销 例如 研究人员表示 自今年年初以来 在包括X和Reddit在内的社交媒体上 广告脱衣应用程序的链接数量增加了2400%以上 这些服务使用人工智能重新创建图像 使人物变成裸体 许多服务只适用于理性 这些应用程序是非自愿色情的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这是由于人工智能的进步而开发和分发的一种虚构媒体 被称为深度伪造色情 这种趋势的兴起涉及严重的法律和伦理障碍 因为这些图像通常是从社交媒体上获取 并在未经主体同意控制或知情的情况下分发的 日本AI儿童色情案件增加 呼吁修改法律 这种流行的兴起与几个开源扩散模型的发布相对应 这些模型可以创建比几年前更优秀的图像 Graphica表示 由于它们是开源的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使用的模型是免费提供的 Graphica的分析师Santiago Lakatos表示 你可以创建出看起来真实的东西 他指出以前的深度伪造图像通常模糊不清 在X上发布的一张广告托移应用程序的图片 使用了一种语言 暗示客户可以创建裸体图像 然后将其发送给被数字化托移的人引发骚扰 与此同时 其中一个应用程序在谷歌的YouTube上购买了赞助内容 并在搜索Nudify时首先出现 谷歌发言人表示 公司不允许包含性行为内容的广告 我们已经审查了相关广告 并正在删除违反我们政策的广告 X和Reddit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除了流量的增加外 一些收费9.99美元 月的服务还声称他们的网站吸引了很多客户 Lakatos表示 他们做了很多生意 他描述了其中一个托移应用程序 如果你相信他们的话 他们的网站宣传每天有超过1000名用户 公众人物的非自愿色情长期以来一直是互联网的一大问题 但隐私专家越来越担心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深度伪造软件变得更加容易和有效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以及普通目标使用这种技术 电子前沿基金会的网络安全主任Ely Galperin说 你会在高中生和大学生中看到这种现象 许多受害者从未发现这些图像 但即使发现了 他们也可能难以让执法机构调查或找到资金进行法律诉讼 Galperin说 目前 尽管美国政府禁止生成这类未成年人的深度伪造色情图像 但尚无联邦法律禁止制作深度伪造色情 去年11月 一名北卡罗莱纳州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因在患者照片上使用脱衣应用程序被判入于40年 这是根据禁止生成虚构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法律的首次起诉 TikTok已经封锁了与这些服务相关的搜索词Andreas 并警告任何搜索该词的人 它可能与违反我们准则的行为或内容相关 根据该应用程序 TikTok的代表拒绝详细说明 作为回应 Net Platforms Inc.也开始封锁与搜索脱衣应用程序相关的关键词 一位发言人拒绝置评 定义人物与事件影响 人工智能裸体化技术与非自愿色情深度伪造 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一种名为深度伪造的技术浮出水面 深度伪造利用机器学习算法 尤其是深度学习 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来生成或修改视频 音频和图像内容 在此背景下 一些应用程序利用这项技术制作非自愿色情内容 即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制作和分发涉及该个人的色情材料 脱衣应用程序的法律与伦理障碍 脱衣应用程序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和伦理问题 这些应用程序通常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将衣着的照片转换为裸体图像 在法律真空的地带 这些应用程序的使用和传播尚未受到明确的法律制约 然而 它们触及了个人隐私权 肖像权 以及性别歧视等敏感问题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已有法律开始尝试应对这一新兴问题 但全球范围内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全适应 数字化脱衣骚扰问题 随着脱衣应用程序的普及 数字化骚扰的现象也随之增加 受害者的照片 被未经授权的用于制作裸体图像 这些图像可能会在互联网上被随意传播 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名誉和隐私 这种形式的骚扰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空间中尤为突出 受害者往往感到无助 因为他们难以追踪侵权者 或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救济 深度伪造色情图像的禁止与挑战 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立法禁止 深度伪造色情图像的制作和传播 但实施和执法仍面临重大挑战 由于技术的匿名性和跨境特性 追踪和定则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 技术的迅速发展也意味着立法和执法机构 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社会影响与未来展望 深度伪造和脱移应用程序的流行 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们不仅侵犯了个人的隐私和尊严 还可能对社会的性别关系和信任基础 产生破坏性影响 面对这一挑战 需要政策制定者 技术专家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努力 建立起全面的法律 技术和道德防线 保护个人权利 同时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 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加复杂的伪造技术 因此 持续的关注和适应 是维护数字时代个人权利的关键 人工智能裸体化应用程序是如何工作的 人工智能裸体化技术概述 人工智能裸体化应用程序 通常指的是利用深度学习技术 特别是生成对抗网络 GANS 通过算法处理照片 将照片中的个体呈现为裸体形象 这种技术的核心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使其能够识别人体结构 并在图像中重建缺失的部分 从而创造出逼真的裸体图像 生成对抗网络 GANS的工作原理 生成对抗网络有两部分组成 生成器 Generator和判别器 Discriminator 生成器的任务是创造图像 而判别器的任务是评估图像的真实性 在训练过程中 生成器不断尝试创造出越来越真实的图像 而判别器则努力区分真实图像与生成图像 通过这种对抗过程 生成器学会制作越来越难以被判别器识别的图像 图像处理与特征识别 在裸体化过程中 首先要进行的是图像处理 应用程序会分析输入的照片 识别出人物的轮廓 姿态 衣着等特征 此阶段通常需要复杂的计算机视觉技术 以确保对人物的准确识别 重建与生成 识别出人物特征后 算法将根据预训练的模型 生成相应的裸体图像 这一步骤涉及到对衣物覆盖区域的重建 包括肤色、质感、光影效果等 生成器会尝试在保持背景和人物其他特征不变的同时 仅更改衣物覆盖的部分 真实性优化 随着生成图像的完成 判别器将介入评估图像的真实性 生成器根据判别器的反馈进行调整 不断优化生成图像的质量 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多次 直到生成的图像达到令判别器难以区分真伪的程度 伦理与法律问题 尽管从技术角度讲 裸体化应用程序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 但它们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这些应用程序的存在可能会助长非自愿色情内容的制作与传播 侵犯个人隐私 甚至可能构成性骚扰 因此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讨如何通过立法来限制或禁止此类应用程序的使用 未来展望与技术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高级的裸体化技术 同时 这也要求技术开发者 政策制定者 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损害个体的权益 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 如何平衡创新与伦理 保护隐私与打击滥用 将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挑战 这种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流行度上升 对个人隐私保护有什么影响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与个人隐私的冲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在图像识别和生成领域 一些应用程序 必用这些技术来生成或修改个人图像 包括所谓的裸体化功能 这种应用程序的流行度上升 对个人隐私保护 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技术发展背景 人工智能技术 尤其是深度学习和生成对抗网络 Dance 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显著进步 这些技术能够处理和生成高度逼真的图像 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应用程序的出现 然而 这些技术的应用并未总是符合伦理和法律标准 特别是当它们被用于制作未经同意的个人裸体图像时 隐私权的侵犯 裸体化应用程序通常无需个人同意即可生成裸体图像 这直接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 隐私权被视为基本人权 包括对个人形象的控制 这些应用程序的存在和流行度的上升 使得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可能成为非自愿色情内容的受害者 数据安全与滥用风险 这些应用程序通常需要用户上传照片 这可能导致用户数据的不当存储和潜在滥用 在没有适当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这些敏感数据可能被第三方获取 并用于其他不道德或非法目的 此外 数据泄露的风险增加了个人信息被滥用的可能性 法律框架的滞后 尽管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立法以保护个人免受数字化侵犯 但许多法律框架仍未能跟上技术的发展步伐 法律的滞后意味着受害者往往难以获得法律救济 而侵权者可能会逃避惩罚 这种法律真空加剧了个人隐私保护的困境 社会与文化影响 裸体化应用程序的流行 可能会对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 它们可能会降低社会对隐私权的尊重 并可能导致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误化 这种技术的滥用可能会加剧性骚扰问题 并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 未来的隐私保护措施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保护个人隐私 这包括更新和强化法律框架 以明确禁止未经同意的个人图像的生成和分发 同时 技术公司需要负起责任 通过实施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来确保用户的隐私安全 公众教育也是关键 以提高人们对个人隐私权的认识和尊重 周上所述 人工智能裸体化应用程序的流行 对个人隐私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要求社会各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以确保技术的发展 不以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目前有哪些法律措施 可以防止滥用这类人工智能技术 法律框架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始认识到 需要制定法律措施来防止这类技术的滥用 法律措施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隐私 防止数据滥用 同时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 隐私保护法律 多数国家都有保护个人隐私的基本法律 例如 欧洲联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自2018年5月生效 为处理个人数据设定了严格的规则 GDPR要求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 提供透明的数据处理信息 获取明确的同意 并为数据主体提供访问 更正和删除个人数据的权利 此外 违反GDPR的组织可能面临高额罚款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律也可以用来防止 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肖像权和版权法律保护个人 不被未经授权的用于商业目的 如果裸体化技术用于生成并分发 未经同意的图像 可能侵犯了个人的肖像权或版权 网络犯罪法律 针对网络犯罪的法律可以用来打击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非法活动 例如 美国的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 CFAA 禁止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 以获取信息 如果裸体化应用程序 涉及未经授权访问 或分发个人数据 可能构成违反CFAA的行为 性骚扰与色情法律 在一些国家 已有法律明确禁止制作和分发 非自愿色情材料 这些法律可用于打击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制作深度伪造色情内容 例如 英国的数字经济法案 Digital Economy Act 就包括了禁止非自愿色情内容的条款 国际合作与立法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境性质 国际合作对于打击技术滥用至关重要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 国际刑警组织等 可以协助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 和执法协作 同时 国际条约和协议 可以为成员国提供共同的法律框架 未来立法的挑战 尽管已有一些法律措施 可以用来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但现有法律 往往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立法者需要不断审视和更新法律 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 此外 新法律的制定需要在保护个人隐私 和促进技术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结论 法律措施对于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至关重要 隐私保护法律 知识产权法 网络犯罪法律 以及性骚扰与色情法律 都是现有的法律工具 然而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需要国际合作和不断更新的立法来 有效应对挑战 通过这些努力 可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 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而不是成为侵犯个人权利的工具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则 关于人工智能裸体化应用程序的新闻 这些应用程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将照片中的人物脱一 从而制作出裸体图像 虽然这种技术 在技术上是一项进步 但它也引发了一系列的 法律和伦理问题 首先 这些应用程序 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 他们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 将个人的照片 转化为裸体图像 这直接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而且 由于技术的发展 这些图像 可能会被无限制地传播 进一步损害了 个人的名誉和尊严 其次 这些应用程序 也引发了数字化 脱衣骚扰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使用这些应用程序 制作出裸体图像 并将其用于骚扰他人 这种行为 不仅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还可能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 造成长期影响 在法律方面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法律 来禁止和限制 这些应用程序的使用 虽然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立法 但全球范围内的法律体系 尚未完全适应这一新兴问题 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制定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法律框架 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在技术方面 我们需要技术公司承担起责任 采取措施 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 同时 公众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提高人们 对个人隐私权的认识和尊重 最后 我想向大家呼吁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 和参与到这个问题中来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 请留下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 这个重要的话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